其实CSI的属性呢各位 刚才我们已经在写很多案例的时候 过程当中已经写出来一部分内容了 比如说像background的 刚color是不是背景颜色呀 还有什么color字体的颜色等等一些的 我们其实都已经写了不少了 那我们还是要系统性的了解一下 首先说第一个跟文字文本相关的属性 文字文本相关的属性 那么第一个叫fonta size 字体的大小 那刚才给大家演示过了 是不是应该是以这种像素为单位的 对吧 多少多少px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叫fonta got family 设置文字的字体 常见的值为黑体 宋体和凯体 我就一般愿意演示最明显的就是花文彩云 还有一个叫fonta got style 注意各位 规定谐体字 规定谐体字 那么这里边又有两个 大家要知道对于谐来说比较尴尬的 一个叫italic 还有一个叫oblicue 这俩啥区别啊 都是谐 就是一个是文本谐体显示 就是字体变谐了 一个是文本倾斜显示变形的谐体 就类似于我昨天说的 一个是把字体每一个结构都变斜了 一个是只是把文字变斜了 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第四个叫什么呢 叫fonta got weight 设置文本的什么 粗细 那么粗细的值为100到900 指定了9级的加粗的一个程度 那么100对应的是最细的 900对应的是最粗的 那么它这边有对应的单词 一个叫normal 就是不加粗也不加细 默认值是多少 400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程序里边写的 每一个字的默认的粗细程度 都是多少 400 然后呢700就等于什么呢 bolt bolt就是加粗的意思 但是加了多少 700 这样一个效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新建一个是奇妙文件 这个叫文本 属性 这个叫文本属性 好了 然后呢 我写这样一个 呃 批标签 是吧 然后这里面可以写一些 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 呃 啊 巴里岛夸人的话叫 对 叫sabi 好了 然后呢 这个 啊 啊 菲律宾什么多 知道吗 一样的 错 没听过这个梗吗 叫菲律宾女佣 啊 菲律宾女佣吗 然后还有什么呢 泰国什么多 哎呀 看来你关注的点真不一样 我们关注的是泰国寺庙多 哎 真是太可怕了 阅报林啊 你暴露了你自己啊 是吧 啊 注意泰国真的是寺庙很多的 对吧 啊 好了 对 佛牌出的最多 好了 各位 那么这三段文字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样式的一些基础修改 啊 那比如说ID可以给P1啊 我们一个样式套一个 IDP2P3可以吧 啊 然后我们一个个修改 比如说井P1 那么我要做Funds-size 字体的大小 那比如说给50像素 哦 CSS 这样 好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叫Funds-family 叫什么呢 华文 彩云 可以吧 大家注意我现在给的一个人 是不是没加双眼号啊 这是允许的 啊 这是允许的 好吧 然后第二个 井P2 那么P2我可以给什么呢 各位 注意了 井P2叫Funds-style 叫style 对吧 是不是叫style 这个规定 鞋体字 那我们来看一下各位 叫italic italic 这个 我加上啊 哎 然后我再给P3一个鞋体 啊 这个P3 我要让大家对比一下 放到杠 实际上给一个oblique 这个 好 各位注意 他俩是不是都是斜的 对吧 所以我说一个问题就是他俩啊 有一个很明显的 有一个是把字体改的 一个是只是把字变斜了 啊 两个不同的内容 好吧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 菲律宾什么多 女佣多 我给他加个粗 Funds-style wait 比如说给900 就是最粗的了 啊 400是正常的文字 明白这意思吧 你比如说给400 你看字是不是没拿区别 对吧 那好 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bold bold是700 那其实700和900几差了 200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200好像没拿太大的区别 对吧 还有一个属性叫boulder boulder就是900 bold是加粗了到700 bold叫更粗 叫加了200 叫900 能看到这意思吧 啊 那同样各位 哎 邪体的话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我们说他一共有四个属性 注意 今天我们做案例的时候也是 这四个属性得注意一下啊 第一个叫改变字体的大小 第二个叫字体的样式 这个叫字体的风格 这个叫字体的粗细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细的是多少 100是吧 是挺细 能看清吗 是挺细 但是好像不是特别明显 对吧 好了 所以说做前端的人 其实挺痛苦的 对吧 你比如老板规定 我要 我要显示这个字体是350加速度 不是加细 或者说760加速度 对吧 你都得去写这个内容 好 那我们说各位 p3现在是不是最没有效果的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哎 p1 p2里面这四个属性都属于文本的属性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想把这四个属性都加在p3里 那么最好的方式是不是一个一个都写出来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可以做一个简写 就叫font 那我们要写的四个属性值对不对 那这四个属性值各位注意了 你要遵循一个规则 第一个要写的是什么 style 第二个是什么 加粗 粗细嘛 第三个是size 尺寸 family就是什么 是不是自己的一个风格啊 对吧 你是华文彩云还是黑体立书等等一系列 对吧 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吧 刚才说了 第一个叫什么 样式 第二个叫什么 大小 第三个呢 加粗 最后边一个呢 这个风格啊 对吧 你是属于哪个立书之类的 对吧 那我们来写一下 第一个样式 比如说加粗 不不不 鞋体 oblique 第二个算数是什么呢 给50ps 30px吧 行吧 然后再来个什么呢 加粗 那我就给个700 再空格 再给个什么 风格 这个给什么呢 立书吧 行吧 保存 好 有效果吗 哎 哦 是吗 不应该啊 是没有动号吗 哎 不是 顺序错了 是吗 不对啊 style wait 哦 他俩颠倒了 是吧 那应该是这个 你看 这个顺序颠倒 是不是就不行了 对吧 颠倒回来什么多 这个泰国什么多 寺庙多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们说文本属性 各位一共就几个 这四个 没啥问题吧 我们说的清楚吗 各位 这个到时候我们就改字体就可以了 没什么特别需要记的 然后第二个呢 叫文本属性 这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叫color color是什么 颜色 刚才我们说写了半天了 对吧 好 那么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text indent 叫缩进 那这个缩进我们都知道 从小学开始写作文 大家都知道要缩进几个字 俩字 对吧 中国都是缩进俩字 那各位注意了 缩进俩字啊 有两个表现形式 一个叫什么什么em 代表缩进多少个宽度 还有一个是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我们都知道 是不是缩进的是整个烟面容器的大小啊 对吧 那我们来low它一眼 我再写一个p标签 是吧 这个文字怎么能多一点呢 哎呀 这文字不能多 怎么办呢 搜一个新闻吧 行吧 咱不能搜那种国际新闻啊 这个毕竟是在讲课 你要搜国际新闻 容易引发国际战争 对吧 到时候我就成罪人了 到时候我就还得暴露一下 我是超人的这个事实 这很尴尬 对吧 找的 找一个娱乐相关的吧 明星也有不爱吃的东西 哎 perfect 我的妈 这谁啊 哎呀 妈 明星18岁 救赵报告 我朋友得找个文字 怎么 都这么丑呢 来吧 就这个了 我就copy个文字 你还看下图片啊 臭不要脸呢 好 来各位注意 保持 到这边刷新一下 哎 我没写错呀 哎 好了 哎 有文字吧 好 那各位注意 现在文字是不是挺齐的 对吧 那我们说颜色就不演示了啊 这颜色还能看吗 不用了吧 我们看就是谁了 text啊 indent 那么indent指的是 我们对于手行的一个 叫什么 缩进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这个是不是叫p4了 好 id p4 好 解了 p4 给他一个tagster go indent 那么你要给个rem 缩进几个字 正好两字 那如果各位注意 你如果缩进的是20% 你看一下 这个事就没法控制了 对吧 因为你控制多少是个 你比如说20% 你觉得啊 大概10%左右吧 你再缩一下 好像还多了一点对吧 那就8% 好像也多了点 6% 走 哎 这样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对吧 那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各位 你比如说大了 哎 这怎么这么给面子了 你比如说你放大了 各位你看 还是两个字吗 就不是了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问题啊 所以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 拿 rem来做 这样的话 无论你放多大 我就缩进多少个字 是不是两个字啊 对吧 哎 这怎么变回来啊 谁能知道 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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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什么 关了 这不就可以了 好了 然后再往下 就是TagIndent 我们就记这个就可以了 什么什么 EM 然后第三个叫Tags的Decoration 这个几个线啊 一个是没有线 一个是underline下滑线 还有一个什么线 下滑线 这叫什么线 overline是上滑线 linethrow是什么 贯穿线 这个啊 各位 没效果 啊 这叫blink 这没有效果的啊 咱们先一个一个说吧 啊 比如说我这个文字 要加那个 Tags的Decoration 比如说下滑线 叫underline 有吧 然后underline 有的时候还有什么 overline overline是不是上滑线 对吧 再保存 这叫上滑线 然后line 还有一个叫throw 这是什么 删除线 或者叫贯穿线 删除线不带眼睛 叫贯穿线嘛 好吧 那还有一个叫blink啊 他说会让文字闪动起来 这个东西我原来不知道它哪闪 你看它闪了吗 闪了 虽然说人的眼睛有1亿像素吧 但是刘昊你的眼睛好像比我眼睛还高度是不是 闪了吗 没有 你要是觉得闪了 那是因为你在眨眼睛 好吧 这东西没有效果啊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line 杠死肉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最明显啊 对吧 这是一个文字的什么 装饰 我们下面分化案例会加一个下滑线 好 我们到时候这个会加下滑线 那这个东西还会用在哪呢 各位 比如说 各位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A标签啊 比如说跳百度 它是不是有一个下滑线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能不能把A标签的Text-Decoration改成NONE没有呢 保存 是不是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应用场景是稍微比较这个多一些的 其实各位你看 现在网站当中的一些能点的这个文字还有下滑线吗 基本上都不给你加了 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个下滑线非常的 行 行 是多少你们抢了 我不说话了 还有一个叫Text-Align 其实这个Align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个是不是有区别啊 就加了个单词叫什么Text 对吧 那Text-Align是干嘛的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一个元素中的文本好像互相之间的什么 对捷方式 那我可以这样 Text-Align 比如说各位 我们说去右的话是不是字都靠右边去了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整个所有的内容都右对齐了 那如果是Center呢 看到效果了吧 当然你可能看的不是太别轻啊 再放大一点 是不是做的是居中显示啊 能看懂这意思吧 就是做的是居中的一个显示啊 好了 然后再往下呢 有一个叫word spacing和letter spacing 这两个各位你注意一下 一个叫字符之间的间隔 一个叫单词或者字母之间的间隔 啊 那我们怎么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呢 word 杠 spacing 是这个吧 比如说给实像素 间隔实能像素 各位你知道它间隔了吗 等会儿把这个注释啊 你看看各位 把这个也注释了 保存 现在是没啥区别的 对吧 你就看这就可以 这啊 来 我打注释取消回来 保存 它是不是扩了一下 对吧 但是呢 你给我的这个官方给的解释啊 叫字符之间的间隔 那这个词不明显的话 我们可以加一个 比如说P 这个叫ID等于P5 啊 然后这个比如说 我太帅了 啊 你们就容许我一下不要脸 是吗 啊 这个加什么呢 叫word spacing 看一下各位 保存 分开了吗 没有 那这话好像这不太对 什么叫字符之间的间隔呀 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了 那好了 我再加一个吧 比如说 嘿嘿嘿 间隔了吗 也没有 那我们说这中文貌似不太行 那我看看英文行不行吗 比如说 I I am so cool 保存 是不是也没有效果 对吧 那当然你说你加空格呢 是不是好像都没有什么效果 加那个 你说加逗号 保存 再加逗号 保存 再加逗号 有时候给100行 100走 有效果吗 没有 所以各位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一个问题了 就是 哎 我们来看一下内容啊 我们来看一下W3C死库里面给的官方的一个解释啊 因为这个解释靠我的嘴皮子我已经说不出来了 没法解释这个事情 知道吗 他给两个一个叫word spacing 一个letter spacing的时候 他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冲突的东西了 好 CSS 有一个叫文本 文本里面有一个叫 这呢 word spacing 你看他怎么说的 他可以改变 字 或者是单词之间的什么间隔 标准间隔 那各位你看 他给的这个施力是什么 就是拿单词做的分割呀 对吧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各位 再拿刚才我那个看一下 其实刚才你们都没太注意这个事情 我再加上空格啊 注意 我把这个word spacing给注释掉 保存 抓新 出来呀 出来呀 这个内置浏览器对点不好知道吗 但是我还觉得切来回切吧 还容易卡 你注意各位 它的空格大吗 看到了吗 这边一点 你再看100啊 有分割吧 但是我们说中国字就不行 中国字就不行 对吧 刚才我写中国字能分割吗 分割不了 所以它指的是什么各位 对 这个括号代表的不是或者 而是代表解释下这个字是什么 单词 而你下面这个letter spacing指的是什么 注意 它和word spacing的区别在于字母间修改的是字符或字母之间的间隔 它修改的是字母间隔 那我们来看一下各位 把word spacing注释掉 刚才那叫什么 叫letter 诶 你们有提示呢 哦卡了 letter spacing 比如在 诶 诶 我在这比如这呢 我太难了 换什么电脑换电脑 啥家庭啊 四年就四年就换电脑 来回来了 好 来 Tur MIA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来 toSpeaking 比如说各位 我再给一个石像素 可以吧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效果 你卡也就算了 你给我篡位是啥意思 来 再预览一下 我电脑到底咋子呢 最近我中午得收拾收拾它 刷出来了吗 太可怜了 没有效果是吧 给100 哎 貌似 也没有 那他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刚才这个 也是得加空格 对 这个是什么意思 letter spacing 他指的是 字符或字母之间的间隔 这话 vary的到位 字符或字符之间 我现在给他这几个 我给他空格去掉 换中文啊 嘿嘿嘿 应该是这样 I'm so cool 在空格 你看各位 他是不是在每个单词 每个字母之间加了间隔间隔 对吧 这个东西比较恶心 这个一会你们练的时候 自己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叫line height 这是干嘛的 设置 横高的 这是设置横高的 也就是说 这个设置横高啊 各位注意 最好是用在哪 P标签上面 因为我会发现 P标签直接是不是有这个间隔呀 那比如说 P4啊 各位 P4指的是哪句话 叫黄渤这句话 这是P4 给他加一个line 高 height 比如说给个 10像素 看到了吗 发现问题了吗 是不是缩小了 咱给个再小一点 20 太大了 给个5 缩 看到了吗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这个每一行的文字 哎呀妈 我是不是每一行的文字 中间是有交有间隔的呀 对吧 但是刚才给的横高 各位注意了 指的是这个横高吧 是不是纵向了吗 对吧 因为你给了个5 那5装不下这么多字 怎么办 只能重叠了 对不对 所以这还是得注意一下啊 但是这个东西用的不是特别多 因为正经做 H5新闻的 你可能得需要去做这个 你比如说看这 你看这个 人家这个百度的这个 啊 设计我卡了 人家这个东西 是不是得做间隔呀 对吧 人家这 这事是需要做间隔的 然而我们做项目的话 肯定是不用 这个做这个 这叫什么 间隔的那个内容 哎呀 新闻看得真尴尬 行吧 那我就不往下讲了 太卡了 我就先讲这么多